上了山东卫桥的延安和马龙 晋级到今天的决赛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一局 0比1 2比0 2比1 2比2 现在凡正能打第四场的时候 心里相对会踏实一些 因为毕竟他们大比分是2比1领先 他可能心中更有一种安全感 3比2 但是从今天整场来讲的话呢 樊正东前面跟王楚心呢 我觉得呢 虽然他赢了这场比赛 但是呢 他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打得并不是特别好 反过头来呢 我觉得王楚心呢 不要看小将哈 16岁 但呢 整个的出球的质量 包括他敢打敢拼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确实是让我眼前一亮 而且手上真的有活 虽然最后很可惜 他输给了樊正东 但我觉得这场球 他打得非常好 但是今天 第四盘的丹娜 樊正东的状态 和第一场对王楚心的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或者可以说判入两人 对 因为现在他的整个投入性 包括整个队伍的一些情况 2比1领先 对 他又拿下了第一场和王楚心 漂亮 漂亮 他这球打得就开始 有那种味道 是吧 该发力的加力 而且这种加力 你看是一种 很有灵气的一种加力 有灵感 7比2 但是相对于打到现在 梁静坤的感觉 现在这个气势没有打出来 第一场球呢 他这个人很兴奋 投入了也很快 但是现在呢 自己调动的呢 稍稍慢了一些 打得一点沉闷了 小将梁静坤呢 是拼超涌现的一颗新星 去年全面爆发 今年延续了自己良好的派世 今年拼超联赛 梁静坤战胜了很多好手 其中包括战胜了许心 在和八一大伤的对决当中 梁静坤又在第四盘 三比一战胜了梵震东 终结了梵震东的拼超的连胜记录 三比八 好球 梁静坤啊 现在啊 急需要调动自己啊 把自己的那个劲儿要打出来 前面几场球打得都非常棒 非常好 但是呢 对于梵震东这样的 跟他打法很相似的 而且大家都属于有力量 有旋转 有速度的人 他怎么样发挥他自己 前三板的优势啊 打回自己的套路 这个时候梁静坤要想办法 要想办法 好的 好球 漂亮 对的 这就是打回梁静坤自己的套路了 就是说在这么高水平的对决当中啊 大家呀一定要尽可能的遏住 就是对方的这种优点 然后打回自己的套路 发挥自己的优点 这就是互相制约的一个过程 制约你 发挥我 然后谁看制约住谁 然后发挥另外一个人 大家都是这样一个交替的一个过程 是的 九比四 球很转 四比十 我觉得这场比赛有可能会打成什么局面呢 是 樊振东第一场和王楚清是煎熬 对是煎熬 真的是 他这场球啊 我觉得他赢的是很 他刚才那场球 我觉得跟王楚清那场球赢得还是很侥幸的 我觉得王楚清再处理得更好一点的话 王楚清可以把樊振东给挑下马的 这种跳跃式的 把这个人啊 整个是在空中击球 飞起来 正手一般 回头 对 这一局吧 给我感觉啊 就是这个 这个梁静坤啊 发动的慢了 而且自己投入比赛 包括自己的那个 苦劲啊 没打出来 前面你看这几场球 他打得这么棒 那个劲他打出来了 那个力量 那个质量 这个球赶出手 但是呢 你打到这个份上以后呢 显得有点饱了 反过头来 樊振东在拼他 那他出的质量比他要高 赶比他赶出手 赶比他赶搏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打到这个份上时候 互相信理是应该是平等的 就是说你搏我 我搏你 对吧 然后看谁能遏制住 你的这个优点 然后发挥我的优点 扬长必多 对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拼超 大周海运 2016年总决赛 男子盘体 冠军之争 八一大伤对 霸州海润 双方第四盘 一号单打的较量 最强对话 樊振东对梁敬坤 昨天啊 这个梁敬坤赢了马龙之后啊 一下迎来了很多个全国的粉丝 我们在那个住的酒店 大唐 我进去出来几回啊 就听见有很多小姑娘 女球迷在说 霸州怎么还没回来 霸州怎么还没回来 就一直在等 所以运动员他最大的魅力 他的闪光点 就是要在赛场上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对 发挥 反手加力 我觉得樊振东啊 和梁敬坤的球落有些相似 两个人都很棒 对 都很有力量 都说是大胖和小胖 对 说他们俩的绰号 在队伍当中的 但他们俩的这种力量 所以打起来真的是 我觉得让人看到这种 男子技术的 最先进的一些 地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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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算死的球 可可惜 这个球呢 给了个轻的 水平更高 他提前有准备 然后他控制了 这板拉球的一个弧线 给的又轻又短 然后呢 擦网而过 让樊振东 没关系 这个梁静坤这会儿 还是有机会 漂亮 对 敢于顶他 敢于顶他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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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3比5 梁静坤的发球要拿住 好 3比5 4比5 这会儿打得还是很有耐心 梁静坤这个球处理的 还是很好 很有耐心 连续摆了几个短球 哇 发露了 漂亮 对了 就要打出那种小老虎的这种镜头 是吧 打出那个劲儿 这个球就这个防守上手的这个质量很高 樊振东啊还是要破除他的就是有时候会体现技术相对单一的一个问题 更多的需要有一些自己的变化 这回梁静坤现在开始积极主动了 接发球主动拧了 这一局不不拧不主动 这一局不拧不主动 怕来不及了 上手 谁能把这个劲儿打出来 把自己释放出来 谁都很难打 谁都难挡得住你 好的 加油 梁静坤想办法要拿住这一分 因为这一轮发球他必须最少拿下一分 哎 对了 7比7 这个拧拉技术啊是南运动员必不可少的 但是拧拉技术它有个问题 就是人重心过来右方之后 他得回反手 所以他动作在拧的时候 他一定务必把动作做完再回 就怕一边拧一边往回 往反手跑 导致他的失误 请继续比赛 7比9 很可惜啊 这两个激发球 确实这个决赛处理球上 大家都会有一些出入 每个球都经过反复斟酌 但他这两个拉球 同时出现两个 而且是在一个关键的比分段上 7比7 好的 坚持自己 对 这个时候激发球 大家其实都挺难接的 因为都怕上手 让对方上手 所以都在控制球层面上来讲 都挺难 因为这个加上这个台子比较贼 下旋球比较转 所以确实是不太好激发球 挺拉起来 谁先上手 谁就有可能得分 或者说赢得这个连续进攻的一个主动权 对 刚才这个球梁景坤 我觉得回摆这个球质量低了 而且不该回摆 他应该上手了 上手 真是个机会 太可惜了 这个球说实话 樊振东还是有一点点运气 对 是一个机会 你看这个球 这就是一个机会 他如果脚下再微微调一下 然后这个球拉到樊振东的反手 他马上就撅 但是他没有调整 他也有一种着急的 想把这个球尽快落地的那样一种心 这个球就是少了一点点手腕的动作 如果手腕再起一点 这个球又过去了 调节能力 这个差一点点还差一点 因为这个台子比想象当中要转 因为这个专门我在比赛之前 我去试了一下 我感觉确确实实呢 所以要比以往你出手的时候呢 手腕再多一点动作 这样的话对下旋球的控制力会可能会更好 但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呢 这个梁振东整个这两局里头啊 我觉得再需要再打得更积极主动一点 让自己调动得更快一点 然后出球的质量啊 再高一些 那么对于梁振东来讲的话呢 他目前是2比0领先 我觉得呢就是很重要的是 怎么样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 这个打的这个战术 目前还是奏效的战术 怎么样能够防止对手反扑 大一大三 凡振东发球 0比0 好的 漂亮 但是通过前两局啊 我感觉就是凡振东今天的心态 对梁敬坤 我觉得他把握得更好 对 因为他毕竟输过 我觉得他把握得更好 对 因为他毕竟输过他 在拼超的时候 对 再一个呢 他通过和王楚清的第一场打完之后 他一下也想明白了 第一场球啊 他赢得非常侥幸 对 王楚清打得非常好 如果他再处理得更好一点 他就把这个梁振东就搞下了 就拿下了 是 那反过来梁敬坤会不会因为 之前赢过梁振东今天的这种释放 还做得不够 2比1 梁敬坤我觉得急需啊 这个出高质量的球 他之所以打到这个份上 昨天能赢马龙 他质量多高啊 包括第一场球也是 打得非常好 他现在呢 这个球出质量啊 有点太保守了 质量啊 这个贾保险加得太多了 这反而不是他的特点 他的特点是凶狠 质量高 我们看到国家体育总局 乒乓球羽毛球管理中心主任 刘晓农 包括副主任刘毅 还有中国乒乓球男队的 这些教练啊 包括马龙的教练秦志俭 张继克的教练肖战 还有国家队的教练刘恒 都在比赛现场 观看男子团体的决赛 这就对了 这是他的球 对吧 他的球就是高质量 凶狠 只要打出这样的球 全是他的球 但是如果他 他太保守 加保险加得太多 那这球他就没法打 必须打出这种 很疯狂的超能量的一些技术 打出他自己的特点 这是他的特点 好球 我看到 樊振冬啊 他整个心理状态非常稳定 所以在1比5落后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他没有一丝的这种慌惯 我们看到他没有一丝的这种慌惯 这一局就是樊振冬有一些想法了 对吧 他变化也不够 对 前面二比云领先这一局有想法了 但是反过头来梁静坤呢 释放了 我放开吧 我已经零边落后了 出质量了 这就是他的球 但是前两局都没有 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个运动员打球一切记 不管在任何时候 在关键球的时候 都要打回自己 打回自己最擅长的 打回自己最最把握的那个球 就是你的特点 像梁静坤就是 他的特点是什么 高质量 不要因为我紧张了 我想赢了 我质量放低了 那你这个球肯定是赢不到的 梁静坤必须打出他一些 不讲道理的一些技术 对 高质量的球 我们看到梁静东啊 三比八落后 依然不放弃 其实他有两局在握 这局我们看 他到底是用一个种 什么样的态度 对待这局比赛 漂亮 这就是他的球 反手的一板爆冲 特别爽 这个爆冲呢 别人都没有办法 梁静东也不好防 没法防 力量太大了 太重了 直接给你震手的那个感觉 拉穿 拉透 白短 梁静东的球呢 比梁静坤要成熟一些 他的处理球不是说 现在板板都要发力 有一些控制反控制 然后再上手 拉落点的一些技术 5比9 5比6 这个球要小心了 大多海瑞要求暂停 这个时候确实很关键 你现在这个球 你却得一个球一个球打死他 你不能说想捡他 你得跟着法力打他 这局总体来讲 我觉得梁静坤打得不错的 把自己的特长打出来了 自己的特点 就是高质量 打一些这种不讲道理的球 那么这种球 其实打出来 是没人挡得住的 但是呢 对于梁静东来讲呢 他前面的两局拿下来以后 三局显得保守了一些 变化不够 弱点太单一 对 但是我感觉梁静东啊 19岁的小将 他的心理年龄 远远超出他真正的年龄 就心里非常成熟 你看他在场上能够做到 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 荣辱不惊 起伏不大 他今天这局 他3比8落后 4比8 他照样一分一分往回追 所以这个是一个顶级选手 最需要的 就是心要大 这球是个关键球 没关系 这好发球 这球位置有点不合理 漂亮 有 樊振东开始发威 高级球 这两个质量真高啊 这两位选手啊 年龄相当 差不多 而且现在大家被称为啊 樊振东和梁静坤 是马龙和张继柯的接班人 哎呀 机会 机会 现在樊振东把比分 追成了9比9 也是他的不放弃 他的这种咬劲 毅力 没有说 我两局在手 我丢一局也没关系 下一局我重新来过 对梁静坤来讲的话呢 没关系 这个时候呢 还是把自己的所有注意力 放在八球 然后抢攻上面 别急 不要急 好的 樊振东 还是先稳住之后 反手突然加力 樊振东的这个反手啊 他的力量 可以说 在全世界 男子运动员当中 也是最大的 现在樊振东 拿到赛点 整个八一大伤 拿到了冠军点 10比9 10比9 插网 9比10 没关系 梁静坤再扛一扛 想好发球 再打一点耐心 拧了 扭了 直线 对了 漂亮 这样 樊振东 拿下了 和梁静坤的第四盘单打 被八一大伤 又拿到单打两分 这样八一大伤 战胀战胜了 霸州海润 获得了2016年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 超级联赛 男子团体的冠军 我们真的恭喜八一大伤 对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 确实是这个八一大伤啊 在其实刚开局 非常不利的局面上 因为梁静东发挥的 非常出色 而且在这个王楚清 对这个梁静东 这么大的威胁的情况下 而且我觉得几乎 梁静东对王楚清 是没什么办法的情况下 生生的是咬过来了 这么样的一种状态下 能够逆反 我觉得很不容易 但是作为我们这个 我看到王涛 这王涛 这是八一队的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 和邓亚平呢 是同一时代的运动员 是 这时候涛哥献身啊 拿冠军就到了现场 作为八一队的人 我觉得他们对各自的队伍 都是有情节的 包括邓亚平 你对河南女队 也都是有感情的 但我觉得杨颖 今天这个 霸州海润这场 这个队伍 我觉得 这一组小将很了不起 真的很棒 我觉得 从第一场球的王楚清 16岁小将 这个球的质量 大球的脑子 落点变化 非常有芳芒 让人们眼前一亮 真的很可惜 很可惜 王浩呢 作为这么优秀的顶级选手 现在转型成为一个教练员 我们 也可以说 看到了王浩的一个成功转型 也特别期待 王浩能把八一队 俱乐部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看起来王涛很激动 很激动 因为八一男队 他在拼超联赛当中 要追溯到他拿冠军呢 是在拼超的时候 他追溯到15年前 0102赛季 八一 是拿过冠军 当时是王涛 刘国梁 在带着王浩 在那之后 八一队呢 是一直是亚军 我觉得这个八一队的确实是 是有一支 非常优良的传统 那么我觉得 真的是今天打了一场 非常精彩的球 奉献了给我们所有的观众 那么 随后呢 我们马上是要进行 颁奖仪式 那么 我看到的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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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山 五月 多羨 二山 二山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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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